烤栗子和干蘑菇 小刺猬去远处他姑妈家做客 他不得不离开好朋友小兔子几天 因为他必须在姑妈家住上两个星期 小兔子非常想念他的好朋友小刺猬 有一天小兔子看见小熊在路边点火烤栗子吃 栗子香香甜甜的味道随风飘来 这让小兔子想起一件事儿来 他的好朋友小刺猬可是非常爱吃烤栗子的呀 往常他每隔两天就会吃一次烤栗子 现在他去姑妈家已经一个星期了 一星期没烤栗子吃 这对小刺猬来说是件多么难受的事儿啊 小兔子从家里搬来一筐又嫩又甜的胡萝卜 跟小熊换了一口袋烤栗子 小兔子背着烤栗子去找他的好朋友小刺猬 走啊走 走了好久 小兔子 小兔子 小兔子终于到了小刺猬的姑妈家 姑妈说 小刺猬一大早就出门去了 小兔子问 他是去找栗子烤着吃吗 姑妈说 不 这附近没有栗子树 正巧 这时候小刺猬回来了 小刺猬拿着一只篮子 篮子里装满了大蘑菇 小刺猬看到小兔子高兴地说 告诉你啊 这儿的蘑菇可多了 我每天都出去为你采蘑菇 我把蘑菇晒干 这样你整个冬天都有蘑菇萝卜汤喝了 小兔子很感动 他打开口袋说 小刺猬你看这是什么 小刺猬看见烤栗子 乐得连话都顾不上说了 他捧起一大把烤栗子送给姑妈吃 瞧 我的好朋友给我送什么来了 接着 小刺猬自己也嘎蹦嘎蹦地吃起了烤栗子 他说 好朋友 你想得真知道 我呀 可馋烤栗子了 真好吃 回家的路上 小兔子背着一口袋干蘑菇 他闻着干蘑菇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 又说不出的高兴 他心想 我不会忘记 后天我还会给小刺猬送去一袋烤栗子的 是否跟着我做的 我会给小刺猬 这时刺猬的 是否有什么 有什么 感谢观看